Hello大家好,我是老K 现在我喜欢这一款 就是樱桃最新找宝可梦定制的MX8.2 没错,樱桃又又又又找宝可梦PY交易了 不同的是这一次主角从这个皮卡丘换成了梗鬼 整体的话是一个以紫色为主的配色 军火箱上也做了深度的定制 那光这个箱子感觉就值个100块钱了吧 至于价格的这个省流助手我就自己当了 首发1499 确实不算便宜啊 如果你追求性格比这把键盘可能就真的不太适合你了 它的卖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宝可梦定制的外观和这个DMX上 就如果你是一个超级宝可梦狂热粉丝啊 他们是有这个一定的DMX游戏需求 而且桌面上也正好和紫色比较大 最主要是兜里这个票子厚度还够是吧 那我还是挺会见你入手这一款键盘的 好了话不多说 一起来开一个军火箱 这就是键盘打开之后的样子啊 首先键盘上手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悬浮配列 熟悉的半透光剑帽 整体圈看下来给我的感觉其实挺矛盾的 其实不单止樱桃啊像雷蛇罗技海盗船啊这些大厂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变的法制把键盘结构做简单 然后又变的法制把键盘给做精致 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突然问我啊 这种键盘和两三百的键盘有什么区别 我可能一下子也讲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樱桃logo给盖住 然后把它丢在那便宜键盘堆里面 我又能一下子给它找出来 它的溢价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 不同材质之间的接缝 又或者是冰属表面的颜色处理上 那这款8.2宝可梦定制呢 也就是延续了之前钥匙上面那一套啊 三面透光热身滑的剑帽 两种材料的结合 热身滑印刷 手感心理丝滑 那之前蒋卫师说啊 这个这个剑帽出汗之后会有一阵的色感 那我这个摸起来还是出汗之后啊 算我现在手为出汗摸起来是非常湿滑的 可能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改进 但背面整个黑色的区域还是有一点三指纹 剑帽整体呢大部分是紫色为主色调 服以黄色的皮卡丘延伸 搭配非常和谐啊 上灯位的设计配合三面透光的剑帽 开分之后啊 灯光会非常均匀的平铺在整个面板上 从正面看过去啊 是绝对不会刺眼的 放到现在也是T级别的灯光表现 翻到键盘背面啊 日段绞生 防滑贴直接贯穿整个键盘的底部啊 是我近期见过比较夸张的处理方式了 往正面上这么一放啊 冷如老狗啊 丝毫不带动的 从游戏玩家的角度来说 即便你的操作再剧烈 也不会带动键盘产生位移 可以更好地保持这一个手感的稳定性 至于轴体呢 我手里这一款是樱桃红轴啊 是个RGB的红轴 这一款定制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好像默认的就是这个配置 也没有看到其他轴体的选项 没有赢轴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那这一点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了 至于樱桃红轴这个轴体啊 大伙可能已经熟了 不能再熟了 就是要稳定性有寿命 要顺滑度有寿命 要导光柱还是有寿命 用起来有一种独特的那种沙沙感 就放到现在 还满OG的一个水平啊 键盘的无线方面啊 不只这一款 包括我之前测试过的这个3.0s 2.0s 都宣传自己可以做到 一毫秒以内的无限延迟 当然因为键盘没有热啥吧 所以测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需要把键盘给拆开 然后怼着那个焊点来测 所以就参考一下之前的测试吧 在我这样的环境下 是可以跑到四毫秒左右 因为跑测试的电脑和这个环境啊 和官方肯定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这房间该要比较多 那这个参数一般只要在20毫秒以内 我觉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就我这两天的使用体验来说 即便它是一款全铝核心的键盘 这个无线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怎么接一下这款键盘 作为英堂目前手里面最高端的系列 它还是有一些地方非常值得拎出来夸的 比如就是键帽啊 灯光啊 延迟啊 当然更多的还是 它是一把粉丝项的键盘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让大部分普通玩家满意啊 买这把键盘呢 差不多就是有一种 跟买手办一个道理啊 就有那么一种情怀 有一种信仰在里面 毕竟都卖这个价了 也没必要在他身上追求什么所谓的性价比啊 多少是有点扯了 还是劝大家 理智消费 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K 欢迎来到本期键评 本期我们来看一下这把 一元素的J11P 键盘使用的是两层包装 内层是一个牛皮纸盒 硬度还不错 取出键盘的本体 配件有一根白色的数据线 替换用的轴体和换轴工具 还有一根层次的空格 附赠的这根空格上是没有品牌logo的 装上之后键盘的正面会简洁不少 以后来看到这把键盘的本体啊 这把J11P对比J11 还是有蛮多改变的地方了 最直观的是这个键帽 还有大键位的手感 在键盘内部也增加了这个EV的泡棉 升级了轴座 可以支持这个五角轴 上手的第一感觉还不错 我收到的这一把是一个灰白配色的 织女轴版本 目前的售价是179元 性价比非常高 键盘的话是一个61的悬浮配列 用了一整块的金属定位板 两边是一个塑料的包边 背面是一段式的角身 这些地方都和之前的J11P 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这套键帽 它的四周变成这种亮面的材质 与手指的接触面就是磨砂的 光线会在键帽的缝隙之间有一个折射 如果打开了键盘的灯光 会有一种键帽边缘一圈都在发光的感觉 对整体的灯效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键盘的轴体 这是他准备的两款 一个是织女轴 还有一个是牛郎轴 都是雷创代工的 这个菊花比较突出 就是雷创轴体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触发压力的话是35克 按压的形成中可以感觉到一点轴心和上盖的寡秤 轴体没有杂音 用了一根双段的镀金坦黄 非常顶手 轴心的稳定性做的也还行 搭建方面对比上一代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起码这个处理肉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按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空间层 就是这个卫星轴的精度还是没有跟上 有点晃 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 以后出厂也是有做打油的 整体看起来的话是一个能用 但不是难分的水平 这把键盘整体看起来 因为增加了夹心棉 打字的输入体验各方面都还不错 而且轴体的数字放在这个价位 绝对是超值的 结合这个键盘的售价 如果你能接受悬浮配列的外观的话 我认为这把键盘还是蛮值得考虑的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给大家观看 最后是一段键盘的打字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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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超市场达瑞 公里面听见 启咫 佰